上一讲呢我们把金融资产及其价格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它和其他各章之间的连接点 以及呢我们这一章所需要掌握的一些重要名次术语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描述 然后对这一章需要重点把握和理解的几个问题 我们来进行讨论 因为这一章呢同学们可能也关注到了概念比较多 而且呢有很多的公式啊定理啊感觉到有些难 大家也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 从我们这一章呢基本的一些概念到一些基本的原理 然后我们在后面通过大量的专业课程 我们同学们一定能够把这部分内容呢都掌握好啊 把它变为自己可用的知识 第一个问题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来把握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及其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要要来说明的一个概念就是金融工具 那么我们一般的给它的定义是说是经济主体之间签订的啊那种表明交易双方的所有权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的这种契约或者合同 那么这种金融工具事实上说在现在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载体 我们市场交易什么呢都是以金融工具作为载体 用买卖股票啊或者我们买卖债券或者买卖期货合约 票据市场上的我们买卖票据哎都是以金融工具作为载体来进行交易 从金融工具本身来说 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有一些基本的共性 只要是工具它就会具备法律性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四个特征 那么这四个特征呢我们在教材上的简单的做了一个一个描述 什么叫法律性就是它一定是属于合法凭证 换句话说有纠纷是可以打官司的票据有票据法证券有证券法 它一定是在法律规定的许可的范围之内来发行流通进行交易 那么流动性呢就是它是可以买卖的 它可以具有变现能力是可交易的一种工具 因为你可交易所以你可以随时变现 因此它就具备了流动性 那么收益性呢是指的这种工具的交易能给参与交易者带来收益 否则的话没有人愿意交易了 再一个呢就是风险性 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具备风险 这个风险主要是我们前面讲信用的时候讲的 它是跟期限跟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相关 那么这是我们说呢所有的金融工具它的一些共性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每一类金融工具 生活每一类当中某一种金融工具 它的四性的特点不太一样 有的呢可能流动性强 但是收益性少 有的呢可能风险高 但是收益也高 其实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金融工程 创设的各种金融工具 或者我们说设计和制造金融产品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金融工具的这个四性当中来进行组合 这样呢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 那么也可能有同学问创造那么多种类金融工具干嘛 因为它要满足不同的金融需求 因为每一个交易者他可能对这个四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金融工具呢 我们说这个关于金融工具四性 我们在后面大量的课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金融市场 我们还会涉及到啊 那么关于金融工具的不同分类方法 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也是给大家呢介绍了两种最重要的分类 一种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当中 对金融工具的一种分类 那么这是国际上现在最常用的啊 也是呢各个国家具有可比性的一种分类 那么它主要是按照流动性 所以流动性最强的就是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然后是通货和存款 然后是货币市场工具 那么货币市场上的工具 基本上都是债权类的工具 比如说短期国库券啊 短期的国债啊 短期的企业债啊 包括票据啊等等 另外呢就是贷款 贷款呢也包括了常规的贷款回购协议 这个回购主要是贷款的一个 贷款证券化之后的一种协议 然后一些证券化的贷款 那么第五类就是股票和其他权益类的 那主要是体现的是权益 那么还有保险类 还有金融衍生工具 那么从这个分类当中 同学们可以看出呢 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动性特征相对比较弱 保险类的呢相对比较弱一些 这是从金融工具的流动性特征 那么我们在教材上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多的和我们后面讨论的比较多的呢 是从金融市场投资者交易这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进行分类呢 大致上有四类 一类我们称之为债权类的金融工具 它主要 展明的是持有人对发行人的一个债权 实际上是一个标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一个契约 但是它最主要体现的是一个债权 那么像各种主要的债券 国债也好 企业债也好 金融债也好 以及呢 基金等等金融等等资产 第二大类呢 是股权类的 股权类的实际上是一个权益类的 那么它最主要表明的 是这个持有人对发行者的所有权 部分它所有这个发行人财产的部分所有权 和胜于索取权 那么最主要是股票和其他权益类的一些工具 第三大类呢 是属于衍生类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为债权类的股权类的 不做特别说明 它们都是原生性的 又叫做基础性的 就是它是没有衍生过的 原生态的 因此叫原生金融工具 那么衍生类金融工具 都是基于债权类或者股权类的 这些原生性金融工具 在这个基础之上 重新签订的一种契约或者合约 它最主要是远期性的 它特点是远期性的 衍生工具一般都是远期性的 并且呢 都是在原生工具的基础上 来签订的远期性的交易契约 那么最主要的是有三大种类 一类是期货 那么期货呢 它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交易的呢 是未来一定时期 在进行交割的 那么一个标的 它是一个以时间跨度来作为一个 一个尺度来进行交易 我今天交易三个月之后交割 这是属于期货 那么期权又是一大类 它交易的主要是一个选择权 交易的是一个权利 交易的什么权利呢 就我到时候可以买进 或者我到时候可以卖出的一个权利 如果我交易的是一个买入期权 我买进的是一个买入期权 那么到一定的时点 按照既定的价格 你必须 我要买的时候 你必须卖给我 那么卖出期权是这样 我如果买进的是一个卖出期权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个时期内 我看到市场价格比较符合我的投资意愿 我要行权 那么不管是市场行情怎么样 我卖给你 都是按照我们约定的价格 这就叫卖出卖出钱 因此期权 实际上我们说 它交易的是一个买卖的一个选择权 那么互换呢 Swap它主要是两类不同金融工具 签订一个互换合约 是互换不同的权利和这个收益 那么这是衍生类的金融工具 那么还有一大类是合成类的 合成类的 因为衍生类的金融工具 一般的来说因为它只是基于某一类原生性资产 你比如说国债的期货 或者呢是利率的互换 或者是国债的一个期权 它一般是在原生工具基础上衍生的 而合成类的呢 它则是横跨了债券市场 外汇市场 股票市场 胜货商品市场当中 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的金融工具 比如说存托凭证 比如说基于贷款的债券 比如说可转股的债券等等 就是它是两类不同的原生工具基础上合成的 所以有一有一种第三种要合成金融工具 那么从这四大类分类当中 同学们可能能看到前两类都是原生的 后两类呢都是在原生基础上 或者是衍生出来的 或者是合成的 因此呢原生工具是金融工具最最基础性的 和最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说从金融市场投资者角度来进行的分类 那么金融工具呢 我们说它是最重要的交易标的 你离不开它 而且呢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要素的组合 产生或者创造出了很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 来供金融市场进行交易 投融资的这个双方来进行选择 那么金融工具呢 它本身 我们说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它的存在 应该说可以提高各种交易的效率 可以满足多种投融资的需求 但是呢 如果运用的得当 那么我们说它可以促进金融的发展 可以呢保持金融的安全 但是如果运用的不当 它也可能会引发各种危机和事件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小组的同学 就以我们国家曾经出现过的 国债期货的这个风波为例 来讨论这个问题 咱们小组的同学呢 做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准备 那么应该说国债期货 从金融工具这个角度来理解 它本身重要的三大功能 套基保值 加个发现 当然也有一个投机获利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了 它最主要判断 它能不能运用得当 主要是说金融工具这些功能 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而不是说因为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 引发危机或者引发一些市场巨大的波动 所以说呢 工具本身无所谓好还是不好 关键是我们用来干什么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曾经推出过国债期货 但是呢 因为各种 他们小组对这个原因分析的 主要的几个原因都点到了 实际上我们说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参与者 参与者的理性程度都不够 而且呢这种理性包括了一种自我约束 我们说作为机构投资者 他本来他应该是深知这种事情 违规还是不违规 是吧 那么机构投资者之所以这样做 实际上也是一种极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呢 确实这些经验和教训 我们都值得吸取 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在衍生工具的这些运用当中 也都有过经验 有过教训 刚才小组同学 对美国呀德国呀英国呀 这些国家的经验做了总结 但是呢也有一些教训 包括日本也出现过很多次的 这个国债期货的这个危机 我们说我们现在重启 今年9月6号刚刚开始重启 所以小组同学抓的这个题目也很好 我们刚刚开始重启 那么如何使得重启的国债期货市场 能够健康的发展 这是大家所在思考 包括呢所有参与者 包括监管部门都在研究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我们理论上固然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 或者做那样的分析 但是在现实当中 我们还是呢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需要创造各种条件 来使得我们的国债期货市场 能够健康发展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将来 毕业以后 有机会走上工作岗位 如果参与这个市场 我们将成为应该 或者说成为这个市场的 积极的正能量的参与者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就从开始就讲这个问题 成为咱们在市场参与活动当中 都要成为这个提供正能量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呢 因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范畴 我们在后面的市场 包括后面的专业课还会讨论到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讨论 我们刚才讨论金融工具 那么紧接着跟它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金融资产 什么叫金融资产呢 它是具有价值并且能够吃 能够给持有人带来收益的一种金融工具 那么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对金融资产这个概念的理解 有三点很重要 一个金融资产是相对于实物资产而言的 它是一个对应概念 就是你这个金融资产 它对应的是什么资产呢 是实物资产 那么也就是说总资产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实物资产 一类金融资产 那么第二个概念是说呢 金融资产跟金融工具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说金融资产是从持有者角度来说 的这个工具 我们就叫它金融资产 大家想想 如果从发行者的角度 一张债券 它能叫金融资产吗 对 那是它的负债 所以呢 我们说所有的资产都是指的持有 从持有人的角度来说 因此呢 金融工具是一个客观的 它指的是从交易这个对象来说 我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交易 用这个工具来载明 债权债务关系 或者所有权关系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金融工具 都是都能叫金融资产的 第三呢 我们说金融资产一般具备了五个基本的要素 比如说 它的发行人 具有价格 第三个呢 它是有期限的 第四呢 我们说它有收益 第五个呢 标价的货币 用本币标 还是用外币标 这些呢 都是金融资产的时候 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 那么在这里 更重要的 我们要强调 就是金融资产 基本具备的一个特征 就是风险和收益 二者之间的 同向变化的一个匹配关系 那么在这里 什么叫金融风险 我们说通常 在金融资产的时候 我们讲风险就是指的是金融资产未来收益或者损失的不确定性 那么讲风险的时候 更多讲的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不知道将来的是能赚还是能赔 这个不确定性 但人们担心的 赚他不担心 有人担心说我赚钱了 他就不知道担心 他担心的是受损 因此风险的概念 往往在人们隐含的这个潜意识里面 主要指的是受损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么也就是说金融资产有什么风险呢 你看他这底下我们列的这些风险 是不是都存在啊 他有信用风险吧 到时候还不了怎么办 然后他有市场风险吧 他会出现价格的变化 对不对 市场价格我刚才说了 国债期货也好 国债本身也好 他市场价格都在波动 那么还有流动性风险 我到时候要变现的时候 可能我的变现能力很弱 我不能够及时 或者不能够得到一个应有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回报 比如说这个债券 你要变现的时候 你想用你满意的价格 你卖不出去 你只能折价来买 这属于流动性风险 那么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 政策风险 包括道德风险 都是存在的 我们在教材都有一些小的介绍 那么我们后面再讲解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来讨论 在讨论金融资产风险的时候 我们一种方法是说 把它的按照这个风险的特征 我们来进行分类 另一种呢 是按照金融资产能不能通过有效组合 能不能规避 通过这种组合来规避风险 我们一般还有一种分类 就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那么系统性风险是说 这些风险是不可能通过资产组合规避的 你比如说法律风险 政策风险 很难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来规避 那么有一些非系统性风险呢 是指的你通过增加资产的这个持有的种类 或者呢 我通过不同的组合 改变他们这个配比结构 我能够相互抵消一些风险 所以非系统性风险呢 又叫个别风险 它是可以通过组合来 那么我们说作为金融资产 它不仅仅要光具有风险 谁买它呀 很重要的它有收益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资产收益 指的是什么呢 是它带给持有人的 我们讲了资产都是对持有人而言 所以资产的收益 就是对持有人能够带来的这个收益 那么这收益 它最重要的两大部分啊 一部分是现金流收益 所谓的现金流收益 比如通过利息啊 通过股息或者红利 要比如说股票每年啊 一年比如说 有的国家规定是一年至少一次 有的国家规定一年至少两次 就年终也得分 有的国家规定每季都要分 那么这个是一个一个分红啊 分股息或者红利的一个 各个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 那么在这个规定的里面 像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 一年两次啊 我们年终一次 就是年终中报出来以后 哎 有的公司年终他也分红 然后年末 那是最重要的 这都是属于股息和红利 那么像利息呢 他本身就是这个债券带来的现金流收益啊 这都是以现金方式的 那么第二种收益的或者说收益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资本利得 这个资本利得对于金融资产的收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主要是指的买卖金融资产 从价差当中来获得的收益 你比如说买卖股票 你不仅仅说我如果买了股票 我一直不买卖 那我得的只有什么收益啊 我只有现金流 是吧 我就等着每年我持有 我持了五年持了十年 是不是只有这现金流收益 是吧 但是大家也知道有个炒股票的概念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股票持有者 我可能根据市场的行情的变化 我进行分析 我觉得现在市场价格比较高 预期可能将来价格要跌 如果他做这个预期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在相对价格高位的时候把股票先卖掉 等到真的如果股票价格下来了 他再买进来 是不是啊 所以虽然持有股票可能还是一万股 但是他通过这一个交易 他是不是就获得了一个资本利得 是不是啊 他就获得了一个价差收益 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 为什么股票市场那么多人在那买呀卖啊 是吧 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现金流收益 而是为了追着这个资本利得 啊 那么这是金融资产 它最重要的两大部分 这个收益的构成 那么第三个 当我们讨论到这个资产收益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现金流的就这两大收益的构成部分当中 它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一般的来说如果无风险利率一定 那假定市场上我们说的前面我们讲过利率啊 那么比如说像那种比如说国债收益率啊 国债利率是无风险利率 那么如果无风险利率一定的时候呢 现金流收益的高低它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主要因素 大家想一想我们给大家前面讲的那个收益资本化规律 想通了吧 如果无风险利率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分母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时候现金流的收益 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最重要的分子了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它就会决定资产价格 决定你花多少钱去买这个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是收益资本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基本公式的一个运用 它是一个基本公式所引申出来的一个原理的一个表述 所以呢 正因为这样 所以它会影响买卖价差收益的大小 因为你这个P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不对 我们刚前面给大家讲过收益资本化这个公式 P等于R跟I的比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这个I市场利率是无风险利率既定 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收益的变化 是不是对这个P影响最大 是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说 哦 原来买卖价差的收益大小 很大程度上跟现金流高低有很大关系 所以一般的来说 当分红比较分红比率比较高 换句话说 给投资者回报比较高的股票 那么它的股价就会比较高 因为它符合收益资本化规律当中 所揭示的那原理 换句话说 它能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就比较大 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收益 这二者之间 我们说呢 这个两者的概念要搞清楚 那么更重要的我们强调 是他们之间具有同向变化的匹配关系 这是我们金融学里面 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原理 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 你要想追着高收益 你可能就要承担高风险 那么同样 如果你不想承担高风险 那么你要想低风险 你就只能是获得低收益 这是基本的道理 否则的话 金融工具没法设计 没法运转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来理解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 是 CVIS الب Robin 把他们给人 PerX 组的什么容易 他的资产 你不告诉人 导り